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5月14号星期二 昨天5月13号星期一 中共的反制措施终于出台了 5月5号美国总统川普宣布 要对价值2000亿中国商品的关税 从10%提升了25% 然后在5月10号正式实施 那么中共的表示是要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 那么终于散散来迟之后 在5月13号公布了反制措施 反制措施就是对应的600亿美元的商品 中方要把关税从原先所说的5% 5%部分不动 10%的部分分别提到20%和25%作为反制 中方出台反制措施之后 美国股市在星期一大跌 全天跌了像道琼子说跌了600多点 可以说是一个黑色星期一 中国那边狂热的爱国愤青或者小粉红 当代的一伙团或者是红卫兵一片欢呼 好像共军大姐 美军大败 又取的一个大姐 不知道是三战三截还是七战七截 总之是捷报频传 然后在网上一片欢呼之声 要狠狠的打美帝 打疼 打痛 打死 然后美股大跌 实际情况怎么样呢 其实美国股市它是一个充分的 它直升于一个充分的完备的市场经济 有宏观经济的这些重要的消息 它当然会出现股市大跌 但它整个趋势 整体趋势它是不断上扬的 整体趋势在过去数十年时间可以看出来 它整体的股市是上扬的 它不像中国股市短暂的上扬 然后长期的熊市 美国是短暂的下跌的长期的牛市 这是个基本点 就像几个月前 今年1月份或者是去年12月 美国股市在跟中美贸易战 中美贸易谈判无关的情况下 也出现了大跌 也是大跌600多点到穷直数 所以它有各种因素可能会导致大跌 大跌之后又是平稳的上升 长期平稳 所以美国股市的大跌毫不习惯 那么中方宣布这个反制措施 其实它有很多的名堂和猫腻在里面 它这次没有提出 没有提出所谓同等数量的 同等规模的反击 在去年最早打贸易战的时候 中方最早的用词非常的强硬 非常的狠 说是要同等规模 同等苏联的报复 在美国最早打出30亿 中国的钢链商品打关税战的时候 中方也提出了30亿美国商品加关税 当美国推出500亿 对500亿这个中国商品主要是技术性产品 提了这个加关税25%之后 中方呢 也对加值500亿的美国商品 采取了加征关税25%的动作 然后在去年8月份 美国进一步提出 进一步实施 89月份进一步实施 对中国2000亿商品加征关税 先加征10% 稍后会加征25% 中共这个时候不能提对等了 不能提同等数额了 它提出的是600亿美国商品 差了可以说是三分之一 只有美国打中国商品的三分之一那么多 600亿的这个商品 它提出的就比美国示弱了一点 它是有的5% 有的10% 然后说将来提高 也是留待将来 所以这次看到是 这一波第三波关税战的延续 这延续就是 美国看到中共是出而反而 在谈判中出现倒退 后悔 毁约的情况 在最后时刻的 美国毅然的 这个对线前沿 把价值2000亿的中国商品的关税 提高到25% 那中方这次的动作是什么呢 其实非常有贸逆 不仅不同等 不同数量 不同规模 而且很有贸逆 首先 时间上之后 美国是5月10号生效 中方是5月13号开始生效 第二个是时间延后 美方是5月10号 刚才还说的有点不对 修正一下 美方是5月5号做了这个宣布 5月10号生效 那中方是5月13号宣布 但是要拖到6月1号才生效 就是还有两个多星期才会生效 6月1号 时间上往后退 数额上也不对等 然后在税率上也不对等 美国是直接把2000亿中国商品的税率 从10%提到25% 一步全部的提 那中共方面实际上留有余地 5%的部分并不变 10%的部分有的提升25% 有的提升20% 有的保留10% 就税率上也比美国弱 事实上中共在这个留有余地 而说到6月1号呢 它还有两个算盘 一个算盘是 因为美国对剩下的价值 325亿的中国商品 要加征20%的关税 先要举行一个听证会 在昨天5月13号出台 举行听证会大概只有三到四个星期的时间 刚好就进入6月初 那么中共想的是 通过这么一个反制措施 提醒美方 最好美方不要对剩余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因为那样的话 中方只剩下200多亿 给美国打关税战了 所以对中方非常不利 中方除非就打别的超限战 采取别的动作 非贸易领域的其他动作来对付美国 中共号称它有很多的所谓的方案来对付美国 这是中共的一个算盘 在6月1号 看看美方的对剩下的中国商品的关税战是否生效 再一个说到6月这个数字 还有一点就是6月下旬 在日本大阪要召开一个20级 20个工业国的峰会 那么那个时候就 中国的国家主席和美国总统川普就不得不见面 即便是不约会谈 也会相见打招呼 共同开会 而更可能就顺便举行个工作会谈 那么川普今天 昨天就发了一个推文 在中共反制了之后 一方面川普说 他说美国经济走强 中国经济走软 然后说是很多的投资和市场转移 转移到他国 说我的回应很简单 意思就是中共的报复和反制是无效的 那么川普也说了一句话 说6月份他可能跟习近平在G20峰会上见面 他说可能会有一些有成果的会谈 说我们看一看 那么川普也留了一点余地 就是说这个也是说谈判的大门还敞开 按照中方的话说 所以中方在报复的时候就考虑了这么一个时间点 就把它定在6月1号 所以总结起来就是从数量上到税率上到时间上 他都是比美国弱 而且弱很多 因此当中共通过一个黄金时段 新闻联播时段来做这个重大宣布的时候 这个看上去是市强 实际上是市弱 对中国人民思强 对美国政府示弱 对内思强 对外示弱 主要是讲给中国人民听 因为中共的宣传信息 报道他非常非常的严密封锁 比如说5月5号 当川普宣布对价值2000亿中国商品增加关税的时候 中方是采取不报道全面封杀消息的方式 然后以免以减少对中国国内的震动 尤其是这个社会所谓社会稳定 危机政权的这个震动 然后消息封锁了一天一夜 一天一夜之后呢 也是在一些偏偏角角非常以小标题 小范围 甚至文章中的一句话来带过 说美国有提升关税这件事情 以至于大多数中国人不知情 大多数中国股民开始都不知情 后来才知情 因此错过了逃生的时间 但是中共这一次自己宣布对美国开战 反制的时候却高调的宣布 生怕人听不见 要让13亿人都听见 要让数千万上亿的股民都要听得见 就说让中国人民感受到什么 好像中共在大打 中共在取胜 中共在大劫 而美国不算什么 所以美国打了2000亿 提高了25% 中共人民反而感受不到 让中国人民感受的是 中共在打打贸易战或者贸易反击战 600亿 数字很大 这个税率25%很高 6月1号 镜头很足 给人这么个感觉 这个又跟说的不好听 话又说回来了 又有点像满清跟当时的英法和西方 国家打交道的那个情况 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 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1900年的与八国联军 对八国联军或者十一国宣战 那个情况开始都是这样 一方面是地方首将巡抚或者钦差 在作战中向大秦皇帝谎报军情 一会儿临着徐上报七战七截 结果后来英军都北上 攻打到南京附近了 朝廷才震动 天津附近 然后第二次又报告 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的时候 这广东的什么巡抚叶明称 摆出枪炮 英军回去回去一看摆出了枪炮 英军回去准备了 他就宣布向朝廷上走 英军望风而逃 结果英军卷土从来 把清军打得土奔瓦解 狼狈不堪 心胆聚碎 而且叶明称被深情合作 刚刚说完话就被人家深情合作 压到印度 然后后来八国联军也是这样 不断的捷报 捷报频传 甚至于清朝的一个汉将 叫申格林庆的 率领一万多精锐部队 对各国的死团进行伏击 在大孤口搞了一个伏击 把人家的死团39人抓了 这个时候要抓住死团 就以为人家不派死团了 或者人家就会撤兵 就宣称大孤口大劫 打击了一种下三滥的手段 埋伏手段 应战手段 而且是违反中国的鼓励 两国相交不再来死 把人家的死团39人 俘获了 就宣称堂姑口大劫 朝廷震动 军民欢呼 如何如何 结果呢 英法兰军打进北京城 然后所谓申格林庆的精锐部队 一万多人被打得一个不胜 全军覆没 只有申格林庆一个人 滋生讨土 滋生讨命 然后几次战争 像1860年的战争 是打得咸丰皇帝 弃功而逃 逃到热火 然后英法兰军 火烧了他的私家花园 黄家花园 圆明园 到1900年 又打得当时执政的慈禧太后 带着光绪皇帝等人 囊背稀串 逃到西安 直到最后才说 揽咒深感诧异 以前不是说七战七劫吗 连战连劫吗 什么大过口大劫吗 怎么最后打到北京城来了 都打到进了首都了 所以谎暴军情 一方面是下面的巡抚 这就向皇室谎暴军情 怕被治罪 另一方面是朝廷向民间谎暴军情 动不动就号称大劫 所以今天的中共仍然是一样 在贸易战中不断的报道大劫 中方大劫 共军大劫 美国受了重伤 美国又是这样伤那样伤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又到了悬崖边 又是跟各国产生了矛盾 然后又是内部又受到了批评 那在中国的报纸上看到美国 简直是满目苍翼 一败涂地 贸易战中共是节节取胜 七战七劫 连战连结 现在又来了一个大过口丰收 大过口大劫 因为这个六百亿反制 通过中央电视台 新闻联播 细势昂扬地播出来了 所以这就给中国造成这个印象 这就是当代医合团 当代红卫兵 小粉红和爱国奋情的由来 实际上说起来 其实这些人也很可怜 因为当时的满清末年的中国老百姓 他不可能去批评皇帝 也不能针对皇帝 不能针对大清 否则就是杀头 他只能针对外国人 所以说才有福清灭养这样的口号出现 才有义合团的这种现象的出现 义合团运动 同样道理 中国当代的这些红卫兵 也是因为他不可能把矛头指向毛泽东 或者共产党毛主席 他是能把矛头指向外国 中国也有什么事都是外国的错 所以排外 反外 反西方 仇视西方 仇视美国 仇视昔日的恩人美国 从二战中把中国拯救出来的美国 这个莫名其妙的仇视 一仇视就是大半个世纪 然后这种仇视也是制度造成的 就这些国民无从选择 他无法去批评政府 没有办法妄议中央 只能够去仇视外国 把一枪仇恨向外发泄 就好像在家庭里受到 阿朗气的一个阿朗丈夫 面对娇妻汉气 没有办法 就到外面去发脾气 傻野 到处去斗殴打人 来显示自己还像个男人 所以这些小粉红 这些义合团红文兵 就这么产生的 所以是一个人生的悲剧 话说回来 这次5月13号 这个新闻联播也非常有趣 这个叫康辉的南博议员 采取了非常铿锵有力 甚至非常强势的语气 读了一段文字 其中一些文字说 号称中方的态度是 谈大门敞开 打奉陪到底 又出现了奉陪到底这个说法 就差没有出现以牙还牙了 人们就拭目以待 看怎么够奉陪到底法 然后又说 中华民族五千多年 什么正式没见过 我是说 这个中共 你千万不要冒领中华民族 千万不要冒牌中华民族 这是对中华民族 最大的侮辱 你能够说你七十年就不错了 你说中华民族 对中华民族 真是不知道是多大的羞辱 中共这个政权就是一个朝代 资认就是一个红朝 他最多就跟那个 吞并了滅亡了中国的一个元朝相比 或者跟滅亡了 吞并了中国的满清清朝相比 这是第三个外来政权 意识形态上的外来政权 邪马列 这个阳教自居 统治中原 祸害中华民族 祸害中国人 连文武古迹都烧掉了这么一个政权 毕业这个 这个蒙古人 满清人还干的决 蒙古人 满清人还不至于烧文武古迹 或者说是 战火波及有可能 大规模杀人 这三个政权都差不多 中国历史上 五千年历史上 只有在蒙古人吞并中国 灭亡中国 和满清人灭亡中国 共产党统治中国过程中 死人的人数以千万计 数千万计 那讲是灭族 灭种的一个战争 或者一种野蛮的统治 只有这三个政权出现过 其他战争行为 历朝历代的战争行为 那是另当别论 没有大规模的这种 灭种灭族的这种行动 所以这个 中共一说什么五千年 那就是冒牌货 这个假洋鬼子来冒牌 然后其中又说到 还引用这个习近平的话 说习近平正如习近平所说的那样 差点就说正如大清皇帝 咸丰皇帝或者是慈禧台后 道官皇帝所说的那样 要搬玉子了 最后这段话最后是一道玉子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 什么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 这个说狂风 咒语可以先翻小池堂 但是却先不翻大海 大海依旧在那里 这正是哪户不开提哪户 王沪宁所策划的这段话 将来的历史可能证明 极可能是高级黑 因为这段话 恰恰是习近平出洋相的地方 是去年2018年11月 在上海召开的 中国首届进口博览会上 习近平发表了一个主旨演讲 当时引起了议论纷纷 他的原话前面还有一句话说 说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 大海有时候风平浪静 有时候疯狂宇宙 他说了疯狂宇宙 把风和雨放在前面 就一个听众造成了一个 这个疯狂叫crazy 宇宙universe 这个说疯狂的宇宙 这么一个印象 所以说已经在网上议论纷纷 可以说一片嘲讽之声 而且他后面的话 逻辑并不符 他后面的话说是 狂风暴雨可以先翻小池堂 但不能先翻大海 其实恰好相反 小池堂由于小 由于隐蔽 还从来很难说是被狂风暴雨能掀翻 按老子的哲学 立身于小 立身于弱 立身于下 反而是万古长城 就像高山一奔 但是江河万古流 就是因为你处于下处于小 所以小池堂反而不会被掀翻 是逻辑上错误 反过来大海才容易被掀翻 因为大海上的狂风暴雨 或者是台风 什么飓风 龙卷风也炫起来 大海上的波涛汹涌 但是天翻地覆 然后原岸所及是极大的破坏 极大的破坏力 所以当时习近平的讲话 就非常不符合逻辑了 不要说是宇宙疯狂 语音上的一个巧合 引起了讽刺的效应 所以这次中央电视台主持人 奉王沪宁的旨意 读了这么一段话 实际上是对习近平去年的话 对广大的熟悉的网友 又是一个提醒 等于说第二次嘲讽 第二次把习近平的话拿出来嘲讽 仅仅是避开了疯狂宇宙那个说法 仅仅是说后面这个狂风奏雨 这个说法而已 所以这是这段话的一个看点 恐怕是一个高级黑 那么同时呢 这个环球时报 胡锡进又炮制出一些色品 一个色品叫做什么 美方什么叫做叫嚣 高调的什么叫嚣 等于是自我打气 实际上呢 可能将来中国民主化之后 胡锡进会解释 所以你们就不会换主语吗 你们就把我写的文章 发表的色品 主语换一下就行了吗 比如说美方 什么高调叫嚣 等于自我 把美方换成中共就行了 你只要一换主语 不仅标题读得顺 整篇文章都读得顺 就说中共高调叫嚣 等于自我打气 实际上中共就是这样 对美国的加征关税的消息 对中国国民众隐瞒 对自己要加征关税 而且规模小 税率低 时间晚 还大张旗鼓的宣扬 生怕人听不见 大声工 就跟走夜路吹口哨 自己给自己壮胆 说这才叫做 叫做什么呢 自己给自己打气 所以胡锡进又是一个高级黑 那只有他在将来的民主化 在中国去解释了 那他这个人能不能 凹到中国实现民主化 那就很难说了 那又另当别论 所以这个结论就出来了 说中共这次结论出来了 是不是共军大劫 大家可以往下看 这个中共总的来说 还是想谈 不是想打 号称不得不打 要奉陪到底 但事实上 他打的代价非常高昂 就是我刚才那个结论 表面上是强 实际上是弱 对中国人民思想 对美国示弱 实际上在给川普暗示 我没有把事做绝 你看我600亿做到后面 时间好后面 而且税率比你低 再一个 还要等等风向 看看你放不放我一马 等等 所以当然中共也是做好了准备 所谓不在重大原则上让步 就是不在一党专政上让步 任何妨碍一党专政的东西 都要维持 也就可能 中美双方真可能谈不成 真可能就贸易战打下去 而中共真可能不惜代价 不惜一些代价 而且那个代价就是13亿中国人民 所以这是有可能的 因为中共是有底线的 那就是政权 就跟北朝鲜一样 金正恩是有底线的 放不放弃核武器 谈判能不能成功 取决于美国是否承认他这个政权 是否美朝建交 美国是不是给他解除制裁 是不是给他大量援助 他是有底线的 说了金正恩也不得不说 这是王沪宁见了几次金正恩 王沪宁不出门 是一个环境闭锁症患者 忧郁症患者 强迫症患者 不出门 但是他唯一出门几次 就是到火车站或者机场 去迎接北朝鲜独裁者金正恩 我想这可能是他最爱 所以他一下就摆脱了强迫症 忧郁症 环境闭锁症的折磨 然后到了车站和机场去见人 见人果然学到了真传 这个真传就是金正恩 他们的电视台 朝鲜的中央电视台 他们的主持人播音 就有那种慷慨激昂 大声大呼小叫 时高时低 这个所谓的热情饱满 激情澎湃那种说法 他们有个女主持人李春基 都七十多岁了 那波音那是自胜腔 慷慨激昂 排山倒海 这个寒来寒去都是 这个金正恩万岁 这个金正恩战无不胜 宇宙无敌大将军 寒来寒去都是美帝必败 美国又败了 谈判桌上也败了 这个在这个朝鲜放了一些空炮 美国又吓到了 吓傻了吓尿了 按照网友说的话 所以这次这个中国这个波音员 这个叫康辉的这波音员 在新闻联播中 发出发布这个重大新闻 也就是为了 也就是在效法这个李春基 大概王沪宁 终于学到一点真传 从金正恩手上 没有白混 没有白接人 接来接去 又接人又送行 来了几次 这个禁猪者吃禁魔者黑 没有见过李春基 没有吃个猪肉也见过猪跑吧 没有见过李春基 但是把李春基的波音的精神学下来了 传说给中央电视台 你们这些主持呢 就得向北朝鲜的那些电视台的主持人学习 声音再高一点 起伏再大一点 再激情再饱满一点 再歌颂一下我们战无不胜的习主席 再踩踏一下战无不败的美帝国主义 所以深得金正恩征传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王沪宁比金正恩大一轮 几乎是父辈的人 反而倒过来成了金正恩的学生 真的是不仅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奥威尔式的境界 而且把中国真的是变成了西朝鲜 那边有北朝鲜 这边有西朝鲜 那这两兄弟可以说是齐全了 王沪宁对此是功不可没 说了这一点再提提华为 华为公司的首席财务官副董事长孟晚舟 在加拿大在5月8日出庭的时候 提出了一个特殊的要求 搬家从一个豪宅搬到另一个豪宅 从价值600万美元的豪宅搬到价值1600万美元的豪宅 提出的理由是安全为由 法庭非常轻松的就同意了 同意他这个请求 显示了加拿大法庭的人道主义或者法治精神 但是太轻松了 实际上这里根本没有安全问题 难道他住在六百万的豪宅里面 就没有安全问题吗 就会出安全问题吗 所以安全为由根本不成立 倒是有可能另有企图 另有密谋 因为他搬去的这个区 是一个富人区 叫做桑纳斯区 马修斯街 1603号 他这个豪宅 这个豪宅更大 更深 房屋面积是8000多平方尺 占地面积是2万多平方尺 然后是庭院深锁 更具有隐秘性 而且这个报道说 这个豪宅是因为在富人期 而靠近了这个美国驻加拿大领事馆 但这是表面上 其实呢 他也靠近了中国驻温哥华的领事馆 一出去一拐弯 就是中国驻温哥华的领事馆 只有450米之遥 所以这就让人产生怀疑 他为什么搬到这里 搬到这里之后 门停若市 很多豪车停在那里 很多给他送鲜花送蛋糕 据说是有桥迁之喜 然后人来人往 其实他头一次被保释回家 混到600美元的豪载的地方 被中共的领事馆的人员 就亲自登门拜访 几乎是三寇九拜 像对待慈禧太后一样 四个中国领事馆的高官 包括总领事长 还有总领事 四个人鱼贯而入 点头哈腰去见这个可能隐秘的 部级或者副部级的 中共的秘密官员孟晚舟同志 孟晚舟同志 搬到这里来了 又门停若市了 又很多人来过了 其实我怀疑其中另有所诈 因为离中国领事馆这么近 会不会挖地道 会不会逃往 会逃进中国领事馆 是个大大的问号 因为非常奇怪的是 但是在他提出这个搬家之前 这一栋价值1600万美元的豪宅 突然进行了大规模的装修 装修的时候 本来他当时新建的时候 1997年新建的时候 就用了说是最好的材料 说是最好的建筑师 装修的时候也是这样 最好的建筑师 很多建筑材料 甚至从欧洲 从英国运过来 最好的建筑材料 要进行了昂贵的装修 还增加了保安措施 所以在搬过来之前 大规模的装修 甚至是非常的 装修的时候还要遮掩 遮掩的时候 显得非常的神秘 诡秘 然后装修差不多完毕了 这就提相法庭提出来了 然后就转过来了 所以这个装修有没有鬼 是不是在装修过程中 已经在打通地道了 通往这个中国领事馆的地道 这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因为共产党政权实际上是以地道战著称的 以前还有地道战这个电影 号称地道战地道战 唱了个歌 可能现在孟晚舟正在哼这个曲子 那么毛泽东时代有一个口号叫 深挖洞广 几两不称霸 全国各地到处挖人防公司挖地道 那么现在中国很多核武器也藏在地道里面 藏在说西部 比如四川大山下面那些地道里面 而北朝鲜也这样 北朝鲜藏着这些核武器 也在靠近中朝边界的地道里面 所以川普在越南会谈的时候给他出示了一个清单 就展示了北朝鲜的 北朝鲜禁令64个地方 深山里 地下道里所藏的核武器的位置 叫他全部交出这些清单 以换取取消制裁 这个导致了谈判破裂 川普拂袖而去 那么这个 所以这是共产党有地道战的这个传统 而且北朝鲜打地道还有一个记录 非常惊人的记录 我在2008年去山巴县去非军事区去观察过 结果得到一个体会或者一个游历 那就是北朝鲜曾经挖了数十条地道 要准备通过地道进攻南朝鲜 南朝鲜就是韩国方面居然没有察觉 一直到了1978年 有北韩方面的一个叛逃的军官 告诉了韩国方面 韩国方面还开始将信将疑 不敢相信有这样的事情 所以北朝鲜大规模地挖地道 准备通过地道来进攻韩国 结果后来韩国就通过了一种技术手段 采取一个立体打装灌水的方式 果然就发现了很多的地道 北朝鲜打的地道数十条之多 现在有的地道开放几条地道 供游客参观 其中我就去参观了一个叫做第三隧道 第三地道的地方 斜场形的一直往里面走 开放了一千多米 供外人参观 越走越深 越走越深 两边狭窄 这个岩壁上有滴水 有这个暗淡的灯光 有那些北朝鲜标的一些标志 黑色的表示 假装在挖美 黄色的标示 表示挖掘的方向 然后说这个通道 说你不要小看 解说员导游告诉我 说这个被朝鲜挖成之后 他计划每分钟 每一个小时 每个小时通过三万人 就是每一个小时通过三万人 来进攻韩国 但不幸被他的叛逃者揭露之后 败露 所以共产党国家挖地道是有名的 所以说到这个孟晚舟这个事情 不排除这个可能 这个可能就是我们看到这个领事馆 大使馆 因为他在外交上 国际法上定义为 就是其他国家的领地 比如美国驻中国大使馆 就是美国的领土 中国驻温哥华的领事馆 就是中国的领土 所以加拿大任何政府 或者警方都不得进入 未经获准也不得进入 所以在中国才发生了像 这个著名的意见人士方立之和陈光诚 先后避进了美国大使馆 得以脱身 还有中共的高官王立军 曾经在避进了成都驻美国领事馆 仅仅因为美方认为他是一个迫害人权的官员 没有给他庇护 所以当时还到着那些外交事件 那么还有阿商奇 危机姐妹的创始人 阿商奇在英国伦敦避进了厄瓜多尔的大使馆 前不久结束 所以大使馆领事馆往是一些避难的地方 有些政治事件发生的地方 所以比如本国的大使馆领事馆 这种事情还比较少 原来说孙中山到革命的时候 曾经被大清政权关进了所谓英国的大使馆 骗进了大使馆扣起来 后来孙中山通过传信得到解救 叫伦敦蒙难记 那么这次孟晚舟如果她通过地下通道进入了中国领事馆 那这个事情就非常难办了 她有可能中方就不承认 就是孟晚舟失踪了 不知道 那么地道给封起来 死活不承认 或者是即便是承认了孟晚舟在中国领事馆 以中共的特权的本性耍赖了 就不放人了 就不走了 就在那待下来了 以后再来徐图长继跟加拿大美国周旋 看这么解决 但也不排除这次这个法庭这么轻松的同意了孟晚舟这个要求 也不排除加拿大有些方面 是不是有一些人有一些部分想缓解这个中国跟加拿大这个紧张关系 就默认了默许了 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以至于孟晚舟顺利的搬到了靠近中国领事馆的这种豪宅 所以在她装修期间可能挖地道 装修之后也可能挖地道 这不得而知 这是一种可能 这个可能还不小 所以这个如果说突然几年之后 因为她的这个引渡过程非常漫长 短则数月 长则数年 甚至更长时间 如果突然出现爆炸性的新闻 说孟晚舟逃进了中国卓温家温哥华的这个领事馆 我想大家不要感到太吃惊 太意外 因为这样的事情 就对中共来说 没有他做不到的事 只有你想不到的事情 所以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 所以我觉得这个 温哥华的华人或加拿大的华人 应该提醒 善意的提醒加拿大政府 提醒加拿大的法院 提醒加拿大警方 注意到这样一个事态 这样的危险性 就是不排除的一个可能性 就是孟晚舟迷猛逃跑 好 我今天就暂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收听 再见